剛才你也有提及過 可能可以值得的380元 有觀眾其實有課 觀眾說愛公愛婆身體好 他說月初買入了380元 買入價就366元 他說應該是沽貨好 還是繼續拿著呢 如果相信剛才 或者大家都有一種感覺 好像剛才第一節開始說 覺得如果短期的情景是很難看的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真的很緊張 很短線的波幅 可能這段時間你覺得 減一下遲 我沒所謂的 就是吃一點糊 但是如果好像我剛才說過 再看幾個月的東西 就反而好像清晰了 還要你現在 就是剛剛有阿里巴巴回來的消息 是 我相信就算當可能 如果阿里巴巴一得 其他的公司真的會做得到很多 因為其實大家要明白 為何我會覺得 《3008》這個故事有得去想呢 就是因為過去幾年 大家都一直想過 就是會不會 接下來很多中距股 真的回來了 不是第二上市 而是主要上市 這時候最容易解決到 一個backup plan 或者才做到一個backup plan 變成了 其實只要有一間帶頭 走過一次流程 什麼叫走過一次流程 就是企業懂得做 就是負責做這些行業 又懂得搞 接著一些監管機構 又發覺原來是容易的 就是發覺整個流程是順利的話呢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其他公司 都會開始搬回來做這些事情的 再加上就是現在的市場氣氛 氣氛是差的 變成在一個中線的角度就是 好似除非你的事情是要差過現在的想法 你應該才要再有些大一點的危機 否則現在像是一個 中期的一個打底的時間 我只可以這麼說 所以就要問回自己的就是 你想看這麼遠 還是其實我不想看這麼遠 是的 如果你短一點的 那可能拿著今天的開市價的低位 就是可能去想想 會不會做一些莫利差貓的水平